皇帝专业户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却比不过另外一个人 前不久积压了四年的电视剧《山河月明》播出 针对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网上又掀起了一阵讨论的热潮 为什么要说又呢 这是因为2006年陈宝国已经在电视剧《传奇皇帝朱元璋》中饰演过一次朱元璋 同期还有另一部电视剧也塑造了一个朱元璋的形象 那就是胡军版朱元璋 那么这两版朱元璋你更喜欢哪个呢 在出演《传奇皇帝朱元璋》之前 陈宝国已经饰演过多个皇帝的角色 并且凭借汉武大帝中的刘彻走进大多数观众的心中 这也让很多人对陈宝国版的朱元璋充满期待 但是在播出后却迎来了很多观众的质疑 最后的评分也只有6.8分 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首先扮相上不符合史诗 虽然历史上有好几个不同版本的朱元璋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竖发造型 陈宝国的批发造型就有点过于潇洒不羁 其次陈宝国的长相看起来威武霸戏 气宇轩昂 这和市井出身的朱元璋也是格格不入 可即便如此 陈宝国的演绎还是成了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为了演好朱元璋他也是遭了大罪 总是大热天穿着好几层厚厚的古装表演 而且一眼就是十几个小时经常累到腹泻 用陈宝国自己的话说 就是在这部剧里累很了 尽力了 尽心了 而最后呈现出的效果也没有辜负他的努力 虽然由于浮化道和剧情的拉垮 这部剧的口碑并不好 可是他却将朱元璋的生性多疑 反复无常 诡计多端 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而另一口碑很好的朱元璋 主演胡军却差点错过这部剧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胡军饰演的朱元璋连陈宝国都甘拜下风 与传奇皇帝朱元璋相比 这一版朱元璋形象更加完整 既体现了朱元璋从平民到皇帝的传奇经历 又细致地表现出贫苦出身 对朱元璋的深远影响 最令人深刻的就是他的晚年戏 胡军把双目失明的朱元璋 演绎得更加恐怖可怕 该剧的最后一场戏中 朱元璋临死前 在宫外躺椅上晒太阳 当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 朱元璋感觉有点冷 太监对他说太阳快要下山了 但是朱元璋却说叫太阳站着 于是太监们就在日暮西山时 一声传一声的喊着 叫太阳站着 朱元璋连说好几声之后就离开人世 这一段虽然是编剧虚构的 却将朱元璋一生那种敢于命运斗争的精神 表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他贵为天子 却依然无法控制太阳东升西落 无法控制人的生老病死 无法控制一个王朝的盛帅新王 这段大结局利用蒙台池的手法寓意深远 看完之后内心深受震撼 而面对这部经典之作 胡君一开始非常的犹豫不决 在导演邀请他出演朱元璋时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朱元璋的长相 因为他对于这种历史剧非常看重还原度 对比了一下网上流传最多的朱元璋画像 他觉得自己和他区别太大了 害怕观众不能入戏 于是就想拒绝 后来编剧朱苏敬劝他说 应该多注重内心的东西 才把胡君给说服了 在这部剧中 胡君贡献出了精湛的演技 把朱元璋的多重性格演绎的是淋漓尽致 生动真实 既有市井出身的草莽劲 又有皇帝的霸气与阴狠 胡君和陈宝国所饰演的朱元璋 你更喜欢哪个呢 编剧朱苏敬最得意的作品 不是康熙王朝 而是这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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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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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